那這名無姓女子被攻擊之後呢 激緊的拿出手機來搜證 不過呢男子馬上就逃離了現場 而女子呢也馬上到警局報案 不過呢這名男子是接連犯案 昨天在攻擊完女子之後 又到了新北的捷運站攻擊另外一名男子 帶你來聽稍早的訪問 他的臉吐口水 他就把口罩拿下來 然後對我的臉部吐口水 那突然口水之後就開始用言語羞辱我 然後有罵三字經 還有罵XX之類的言語 對 那也有用 他的手也是做事想要攻擊我 那他在攻擊的過程中 就是有把一隻手伸進口袋裡面 對 那我就很擔心說 他的口袋裡面是不是才有武器 或是什麼的 所以我就沒有跟他有正面的衝突 對 然後就是我們的派出所都在那邊 那我就是不要跟他起正面衝突之後 我就趕快去派出所報案 事發就在台北以及新北 那昨天呢一名女子到北投的青江圖書館還書 之後呢到了附近的U-Bike站租借單車 那沒有想到呢一名男子突然呢 從對面跑過來攻擊他 而在過了幾個小時之後呢 嫌犯又到了新北攻擊其他人 那北投警方表示呢 那目前已經成立專案小組 目前訂閱監視器全力追記當中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寶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